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前日举办的2023年北美技术论坛看点颇多,会中揭示其最新的技术发展,包括2奈米技术进展,及业界领先的3奈米技术家族新成员,以提供广泛的技术组合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。 其中包括支援更加功耗、效能与密度的强化版N3P制程,为高效能运算应用量身打造的N3X制程,以及支援车用客户及早采用业界最先进制程技术的N3AE解决方案等。 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今年在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市举行,共计超过1600位客户及合作伙伴报名参与,为接下来几个月陆续登场的全球技术论坛揭开序幕。 技术论坛,亦设置创新专区,展示18家新兴客户令人期待的创新技术。 其中主要的技术焦点包括,更广泛的3奈米技术组合,包括N3P、N3X以及N3AE等节点。 因为,随着N3节点制程已进入量产,强化版N3E节点制程预计将于2023年量产,台积电推出更多3奈米技术家族成员,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。 N3P节点预计于2024年下半年进入量产,相较于N3E,在相同漏电下,速度增快5%。 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降低5%至10%,晶片密度增加4%。 N3X节点着重于效能与最大时迈频率以支援高效能运算应用,相较于N3P,在驱动电压1.2伏特下,速度增快5%,并拥有相同的晶片密度提升幅度,预计于2025年进入量产。 N3A1节点将提供以N3E为基础的汽车制程设计套件PDK,预计于2023年推出,让客户能够提早采用3奈米技术来设计汽车应用产品,以便于2025年及时采用,届时已全面通过汽车制程验证的N3A制程。 另外,N2节点技术开发进展良好,作为台积电首个2奈米技术,开始采用奈米片电晶体架构,在良率与原件效能上皆展现良好的进展,将如期于2025年量产。 相较于N3E节点,在相同功耗下,速度最快将可增加至15%,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最多可降低30%,同时晶片密度增加大于15%。 另外,在2021年推出N6RF技术后,台积电进一步开发N4PRF节点,推进CMOs射频技术之极限。 此为业界最先进的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射频技术,以支援WiFi7射频系统单晶片等数位密集型的射频应用。 相较于N6RF、N4PRF,逻辑密度增加77%,且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降低45%。 先进封装及细精堆叠方面,台积电3D Fabric系统整合技术提出新发展,为了满足高效能运算应用在单一封装中,置入更多处理器及记忆体的需求。 台积电正在开发具有高达6个光照尺寸,约5000平方毫米的重部线层RDL中介层的CMOs解决方案,能够容纳12个高频宽记忆体堆叠。 三维晶片堆叠方面,台积电宣布推出SOICP,作为系统整合晶片SOIC解决方案的微突快版本,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进行3D晶片堆叠。 SOICP加上目前的SOICX无突快解决方案,使得台积电的3D IC技术更真完善。 设计支援方面,台积电还推出开放式标准设计语言的最新版本3D Blocks 1.5,旨在降低三维机体电路3D IC的设计门槛。 3D Blocks 1.5这次增加了自动突快合成的功能,协助晶片设计人员处理,具有数千个突快的复杂大型晶片,可缩短数个月的设计时程。 具体客户应用方面,据Digitimes Asia报道,联发科CCM部门高级副总裁近日表示,联发科计划在明年推出旗下首款300米车载晶片,并最早在2025年量产。 该三奈米车载晶片预计交由台积电进行生产,实际上,联发科此前就已经计划在明年,开售使用台积电的三奈米晶片制成,并预计将于今年12月采用N3E节点的解决方案。 该副总裁称联发科已经在车载晶片领域进行了长期探索,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储备,将在未来致力于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。 此外,汇达执行长黄仁勋与联发科执行长蔡理行,在2023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宣布搭乘合作。 二者将共同开发,集成汇达GPU,经历Triplet的车用SoC,可实现经历间的互联互通,并将为软体定义汽车提供完整的AI智慧,座舱方案。 蔡理行先前也曾表示,联发科将推出Domensity Auto汽车平台,并将整合汇达AI和GPU IP。 联发科与汇达还将联合推出全面的AI智慧座舱解决方案,预装汇达DriveOS、Drive9、CUDA和Tensor RT等软体技术。 同时,随着ARM最新一代基于ARM V9.2指令吉的处理器IP的发表,接下来高通的新一代旗舰处理器,效龙8正3,以及联发科的天机9300,都将会采用全新的ARM CPU IP。 根据爆料显示,高通效龙8正3将会采用一个Cortex-X4加5个Cortex-A720加2个Cortex-A520的配备。 而联发科的天机9300可能将更为激进的,采用4个Cortex-X4加4个Cortex-A720的配置。 只不过,为了更好的控制功耗,仅有一个Cortex-X4是高主频,其余三个Cortex-X4的主频则要低一些,此外四个Cortex-A720的主频也会略低。 根据ARM公布的数据显示,Cortex-X4的效能相比Cortex-X3效能提升了15%,基于相同工艺的全新高能效微架构,可实现功耗降低40%。 另外,A720大核也有20%的能效提升,A520小核的能效提升了22%。 这次ARM发表的新一代Cortex-X4A720-A520 CPU架构,这是今年及明年ARM处理器的主力。 有消息称,高通下一代旗舰,效龙8正4,也会继续用X4超大核,并且升级300米工艺。 此前传闻,效龙8正4明年会有两个三代米版本,有三星及台积电两家同时代工,都是三代米工艺,但细节不同。 正统的效龙8正4会由台积电的N3E工艺代工,这个是台积电第二代三代米工艺了,比N3工艺成本更低一些。 也是高通、AMD、徽达等公司大规模采用的三代米。 三星那边的代工会使用三星的三代米的3GAP工艺,也是三星的第二代三代米高效能工艺,比初代的三代米的3GAE低功耗工艺更好。 虽然高通再次使用三星工艺代工有助于降低成本,但是最新的爆料又推翻了效龙8正4两种工艺的说法,称三星出局,明年只有台积电三代米独家代工。 至于放弃三星的原因也很简单,还是三星自己的老毛病,三奈米工艺的良率不行。 虽然三星宣传,2022年6月份就量产三奈米工艺了,但一直是象征性的,第一代三奈米,3GAE工艺除了一些矿机晶片之外,就没见到有客户用。 第二代的三奈米,3GAP工艺效能更好,但又曝光出量率不行,达不到大规模量产的水平,以至于高通不得不放弃。 反观台积电那边,其总裁魏哲嘉在今年的北美技术论坛就表示,台积电的客户从未停止寻找新方法,以利用晶片的力量为世界带来令人惊叹的创新,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 凭借着相同的精神,台积电也持续成长进步,加强并推进制程技术,提高效能、功耗效率及功能性,协助客户在未来持续释放更多的创新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